修仙之路,从凡人到长生 第一章,命运的开始 李清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少年,从小在山村中长大 他性格坚毅,心中有一个宏大的梦想,修仙 村子里流传着无数关于仙人的传说 那些神奇的力量和无尽的寿命让李清新生向往 村子后山有一座破败的古庙 据说是一位影视高人留下的 他经常去那里练功,渴望有朝一日能遇到仙缘 某天,李清在古庙中打扫时 无意间发现了一块古老的玉佩 玉佩上刻着奇异的符文 当他手握玉佩时,一股温暖的力量流遍全身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低沉的声音 少年,你的仙缘到了 李清震惊不已,这块玉佩竟然是高人所留的仙缘 从那天起,他每天在玉佩的指引下修炼 感觉到自己的体内逐渐产生了一丝灵气 第二章,踏入修仙界 不久后,一名修仙者路过李清所在的村庄 感应到他身上的灵气 惊讶于这个偏僻村庄竟有这样的修行苗子 这名修仙者名叫张天师,来自清云宗 是一名驻基奇的修士 张天师见李清根古不错 便决定带他去清云宗 清云宗是一个拥有千年历史的大派 门下弟子数以千计 李清出入宗门,从外门弟子做起 每日勤奋修行,不畏艰辛 他知道,只有靠自己的努力 才能在这竞争激烈的修仙界中立足 第三章,坚韧的心 在清云宗,李清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和挫折 作为外门弟子,他的资源有限,修炼速度缓慢 但他没有放弃,每天早起晚睡,坚持修行 他不仅努力提升自己的修为 还积极向师兄师姐们学习,请教修行中的疑难问题 某天,宗门举行了一次比武大会 外门弟子可以借此机会进入内门修行 李清知道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于是更加刻苦的训练 比武大会当天,他凭借自己的坚韧和智慧 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在比赛中脱颖而出 成功进入内门 第四章,先缘降临 进入内门后,李清的修行资源大大增加 修为进步迅速 然而,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最初的梦想 长生不老 某天,宗门内传来消息 一处上古遗迹出现在山脉深处 其中蕴藏着大量的修行资源和法宝 宗门派出弟子前往探险 李清也被选中其中 在遗迹中,李清历经千辛万苦 击败了各种妖兽和机关 最终在一处隐蔽的洞穴中 发现了一部古老的修行秘典 天道真解 这部秘典记载了如何突破驻击 其进入更高境界的奥秘 李清如获至宝 决心用他来提升自己的修为 第五章,突破驻击 回到宗门后,李清闭关修行 按照天道真解上的指引 一步步稳扎稳打 终于在数年后成功突破驻击旗 成为一名真正的修士 突破的那一刻 他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灵气奔腾不息 整个身体发生了值的变化 驻击成功后 李清的修行之路更加广阔 他继续刻苦修行 并在宗门内担任指导弟子的职务 将自己的修行心得传授给更多的弟子 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爱戴 第六章,挑战与成长 然而,修仙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某天,一个强大的魔道修士闯入清云宗 意图夺取宗门的灵脉 面对强敌,李清挺身而出 与魔道修士展开激烈的战斗 在这场生死搏斗中 他凭借坚韧的毅力和对 天道真解的深刻理解 最终将魔道修士击败 保护了宗门 这场战斗让李清明白了力量的重要性 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追求长生的决心 他知道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修为 才能在这个波澜壮阔的修仙界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七章,追寻长生 多年后,李清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原因其成为清云宗的顶尖高手之一 然而,他依然没有停止追求长生的脚步 某天,他得知了一处远古秘境 传说其中隐藏着长生的秘密 李清决定前往探寻 在秘境中,他遇到了各种奇异的景象和强大的对手 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 最终,他在秘境的最深处找到了传说中的长生丹 并且领悟了天地之间的智力 扶下长生丹后 李清感觉到自己与天地融为一体 体内的灵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知道自己已经迈入了长生的门槛 第八章,新的开始 李清回到清云宗 将自己的经历和修行心得告诉了宗门的弟子 帮助更多的人走上修仙之路 他知道自己的修行之路还没有结束 前方还有更多的挑战和机遇在等待着他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修仙之路充满了艰辛和挑战 但只要坚持不懈 终将迎来光明的未来 李清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少年 凭借自己的毅力 决心和仙缘 一步步走向长生 成为了修仙界的传奇人物 必须不看